那上個禮拜我在總質詢播放的錄音錄音帶 我想主委你也有聽了 那我要問你 這個裴委說的這些話 你認為到底是裴委在說謊 還是蘇貞昌院長的否認介入的說法在說謊 誰在說謊 基本上來講委員上一次所播這個錄音帶 真假我不曉得 但是裡面的內容 你怎麼會不曉得呢 裴委說是他碰碰 他有講 那你到現在還不知道 好 你也可以去調這個陳建平的錄音帶 你就可以去發現 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所以我們必須保持客觀中心去處理這個議題 所以獨立機關在你的主席之下 也是來自於其中一方的股東所提供的 我們可以了解錄議員 請你停止發言 我再問你一個嚴肅的問題 洪耀福有沒有跟你或者是NCC的人 關心近電視深造案 有還是沒有 沒有 這什麼叫關心近電視深造案 洪耀福我們都知道是民進黨的前秘書長 他在今年3月有接受媒體採訪 說他有以民間人士的身分 在府院有共識事後 去幫忙跟NCC溝通 他自己承認的 我問你他有沒有找你溝通 洪耀福有沒有找你溝通 洪耀福說他有跟NCC溝通 所以我請問你他有沒有跟你溝通 你回答 基本上來講我們就是 相關的案件是獨立去行使職權 當然洪耀福他自己怎麼跟誰溝通 也是在碰轟也是在這個侮辱你們NCC 那你要不要對洪耀福提告呢 洪耀福也是詐騙啊 你要不要對他提告呢 各界的人陪委洪耀福 他們都公開說對NCC施壓 對陳耀祥施壓 那你都不提告 委員你的前提是 你介入了整個股東鬥志人非常的深 在野黨叫你下台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他們誰對誰錯 他們自己去處理 而且這個要有司法機關去調查才清楚